欢迎收看财富将启动 台股上涨有底气 而第三季的科技股会更猛 涨价趋务的题材是持续的加持 而到底是哪三大产业的主流股 准备要猛虎出闸了呢 产业先知 将国中分析师不藏私 要报给你知 如果你喜欢将国中分析师 或者是想要知道更多产业的独家内容 请大家可以加入荧幕上面 将国中分析师的Liant跟Telegram 可以跟老师呢有多一点的交流 手上有任何的持股 会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来请教将国中分析师 要把握机会哦 我们来欢迎张老师 老师你好 哈喽大家好 老师呢是产业记者出身的 具有几十年非常丰富的经验 当然有更多的独家消息 所以请不要错过今天主题 来看到的是呢 科技旺季也就是第三季即将来临了 请跟着将国中分析师一起布局 这三大主流类股即将猛虎出闸 不要错过咯 有请将国中老师 好的我们今天来分享的 第一个次产业的族群呢 是我们之前有跟各位分享过的MOS 它其实我们来检查一下 我们过去讲的东西 就说它长大的历程 它今年其实去年一整年都蛮闷的 都没什么动静 供需也平平的 那今年农历年过就开始不一样了 国际大厂展开第一波涨价 三月份台北股市 台湾的MOS的厂商也曾经涨价 一次10到20% 那现在我们看到什么 是有国际厂有分大厂跟小厂 大厂有英飞铃有安森美 有Toshiba有ST ST就是易发半导体 5月底开始第二波涨价出来了 涨幅最高达25% 小厂呢大厂有涨价 小厂是不是有根呢 有根 那通常国际大厂除外就是我们台湾 跟南韩算是小厂 这是二线的厂商 那韩国厂商六月份 也开始提第二波的涨价 好了大厂涨了 二线的厂也涨了 台湾的还没涨 那据我园区打军的消息 是六月底可能就会宣告涨价了 涨多少老师 大概是10到30% 10到30% 这当然就是公司决定的 我们就这稍微拭目以待 所以我认为这个 因为MOS的应用很广泛 量也很大 所以我认为有涨价 然后它也是一个卖方市场 所以它涨价之后呢 它也会这个金元代工的涨价 它也可以转价 可以转价给它的客户的意思 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 你说MOS的应用很广 应用在哪里呢 MOS的部分 我们像刚刚说 MOS是个开关 对 电动 能够启动最重要的关键 就是位员跟位员 它要做连接 要工作的时候呢 就必须要有一个开关 去给它开动 所以几乎所有的车联网啊 这个车用啊 几乎所有的电子产品 5G啊 会用到非常非常多 所以这个应用是非常之广泛 那叫通吃老师 对 所以因为它是全球 全球蛮独特性的一个产业 OK 好来 我们看几家厂商哦 台湾其实只有四家啦 两家是龙头厂 两家是量比较少 富顶尼克森跟大宗 我们看富顶的K线 这个是龙头啊 这是龙头 你会发现图形出现什么差 黄金交叉 有没有 月季现金叉 就是说一档股票 它假设在产业的基本面 讯息很好的情况之下 未来有这位涨 它需要什么 需要技术方面的保证啊 技术方面的讯号啊 你看哦 底下的幅度型指标 我常常说 我通常我只看什么 看MACD MACD有双指标 线跟柱状体 两个都必须是红 现在是什么 现在是两个都是红 对不对 然后呢今天是不是 虽然是上影线 你会发现它平台突破了 平台突破 我想常常看我们 节目的粉丝都知道 平台突破等于什么 月台突破 它现在是不是有点离开月台 是往北上的方向 对 所以我认为在 因为现在台湾还没有 负顶还没政治宣告 今年的第二波的涨价 如果6月底的话 真的宣布的情况之下 我认为它股价 也就会完全潜高的意思 所以这个负顶可以 稍微留意一下 那富顶是最大的龙头厂的 我们看第二支尼克森 今天也是一样 遇到潜高 盆头稍微突破稍微回档 这个目前看起来是没有问题 一样等待潜高大概70块钱 哪一天站稳70块钱 我认为这个产业 因为沉寂很久 差不多你们发现 4月涨一波之后 创新高之后呢 5月休息 6月休息 安静了一下 对其实因为最近有点被 资金被航运吸走 被很多船吸走 所以其实电视成交比重 比较低的时候 我反而想到一件事情 什么事 筹码沉淀 筹码反而是沉淀 因为没有什么人玩的嘛 但是你看哦 它未来的展望是好的 现在没有什么人留意它 它反而是个机会 是 也就是像更加的 筹码更加的稳定 然后蓄势待发 对所以它下一次突破 超级高红K 实体红K 放量的时候 你就可以稍微注意它的 是不是要往上攻另外一波 好我们下一次是大中 它的量比较少 所以我们是认为 投资朋友你可以留意 副顶跟尼克森 这样就OK了 OK好 下面我们要看到的是电动车 这个就很厉害了 这个真的要打起精神来 好好的选标股了 好刘津老师 好的我们上一次说什么 说这个国泰的ETF热卖 超热卖 为什么国泰全球智能的电动车 为什么呢 未来10年电动车需求会成长 比去年成长11倍 11倍是个天文数字 11倍的这个销售额 好那今天刚好 我录节目的前的早上呢 看到这一则讯息 这是奥迪 奥迪原本的欧盟的 大概所谓共同的观念是什么 大概是2035年啊 2040年啊 才会全面的这个 推同这个电动车 不再有这个新男友车 奥迪打第一枪 在宣布在2030年之前 它就要全 在2026年 不再推出新款的燃油车 比如说奥迪这个大品牌 这也是高端的品牌 2020年 2026年以后 它所卖的车全部是电动车 这就是一个跨世代 我常想股市你要去找什么 过去没有 现在有 未来会很多 这种是一个产品 成长曲线有没有 才会很高 这个才是我们去 特别去留意的 好我们看几档指标股 好老师我眼睛睁大了 是好金鸿金相光浦臣 这是我们上一次跟各位分享的 这是已经涨高了 老师你一分享完之后 金相光就飙到不行 我记得是151块钱 今天收184块钱 蛮厉害的 到待会会跟各位讲分享 这已经涨高了 你要如何去应对 那还没涨了 你要如何做把握 你会讲嘛 然后以胜 飞鸿先进官跟同志 我们一旦来看线型 金鸿 金鸿有没有 波段涨幅非常之大 从五字头标到现在破百块 好月季线是不是金叉 是通常金叉代表什么 长驱是确认的 但是也因为金叉代表什么 涨得够多才有机会 才有办法金叉 所以通常线型金叉后 都会有一个回档 黄金交叉后股价必有回档 是指月季线吗 对月季线大军线长军线 黄金交叉后 通常都几乎九成九 都会有回档 所以不是五日线十日线 不是是二十天跟六十天的军线 好 下面是金叉 金叉它可能下礼拜就会回档 可是它回档的时候 因为月线是上扬的 那未来月线会持续的往上走 所以它回档的时候呢 股价第一次逼进月线的时候 它是买点 所以现在不能追 看再好都不能追 稍微忍一下 稍微忍耐住 等它回档接近 因为月线会慢慢的往上走嘛 所以它其实横盘 横盘久了之后 也会跟月线闭合嘛 所以飞盘急跌啦 所以变成说 下一次它逼进月线的时候 我认为可以好好把握 这是金红的建议 老师金红是这上面 金红的是IC设计 车用的IC设计 我们来看下一支 这就是IC的感测 车用的感测 这波是应该是 它也是数一数二的强 我们上一次 对今天是184 我们上次来上节目的时候 各位第一次讲的时候 是151.5 我记得很清楚 它也是一样啊 金叉 金叉后你必须耐心等投资票 除非你比方说两周前 你买来起掌 买来起掌当下是用追的嘛 就是黑K比较多的盘整区啊 突破突破 刚突破月线线的时候 你用追的 好像现在已经离很远了 正关系过大之后 你就不能用追了哦 一样用那个法则啊 先涨的月季线金叉之后 他一定会回档 等他股价悄悄的回档 因为通常这样子 股价涨的时候量很大 量很大 就是筹码会的要乱 回档休息三天五天之后 就比较少人去留意他 因为他波动就没那么大 那个时候量缩 毕竟月线 那就会是很棒的机会 我认为是第二波的机会 好 浦城 来 我看这一支 这支就是比较底形 就比较完整 左边有个底 右边有个底 目前有所谓什么 W的突破 你看哦 他月季线还没有突破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金向光啊 刚刚讲的不要追 但是浦城稍微拉回 就可以留意了 这是对浦城 他也是艾西设计 而且是鸿海的子公司 对那飞鸿呢 是电动车的充电桩 上一次来到现在走势频频 均线纠结了 月季线钢金叉 那这种就是说 以金向光跟飞鸿来做比较 我认为现在你要 金向光你要等 飞鸿就不用等 你就等他突破 因为金向光已经创新高了 对那飞鸿只要等个 突破一个平台 我讲的月台成立之后 他可能就喷出去了 所以这是飞鸿可以留意的 所以拉回一点点 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买点 你可以先卡位一点 然后等突破 突破一个平台之后 再做加码 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应对咯 好来 先进光 先进光 这个是做镜头的 这个镜头 盘底目前也是 可能还需要一点点时间 这个可以耐心等他金叉之后 再来琢磨 先等黄金交叉线讯号出现 再来做考虑 下一档是同志 这档就要强推了 因为它去年涨了三倍 股价从今年三月 因为它受到四星 之前四星KY的利空的影响 股价有曾经重厝过 然后筹码沉淀 MACD双线也翻红了 柱状体也翻红了 那今天发生一件事情 它是三个月以来首度突破什么 季线 我讲季线是什么 是生命线 就是说它过去三个月 一次生命是有点 利到生命微弱 股价受打击之后 这边盘底盘底 所以它没有什么表现的空间 可今天它似乎有展开什么 企图星 敢突破季线 今天就不是压力 而且它突破季线 只要能够这边横盘之后 它也会出现什么 黄金交叉 因为它是做什么 做我们讲的这个是 自动驾驶的系统 就是说自动车 一定需要它的意识啦 所以那个展望也是非常之好 老师那这个是要等它出现 黄金交叉 还是现在就是一个 我认为一样 像先卡位 因为它今天突破前高了 月台有点成立的味道 那月台成立之后 它是不是马上要喷 你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你先卡基本单 然后确认之后再做一次加码 这样子是OK的 超赞的 对 好来 以胜KY 以胜KY 这个是继普城标涨之后呢 今天第一根表态是什么 表态的是以胜 以胜是谁 以胜是鸿海的子公司 它做什么呢 它做这个电动车 不是要求要很轻吗 以前电池包膜都用金属包膜 它是帮它改成什么 塑胶包膜 所以这里是蛮独占性很强的 你看过去整理整理整理 今天一举突破什么 月季线 主趋势翻多 季线翻多 而且是第一天 三个月来第一天 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个 突破的讯号了 老师跟刚刚一样 可以先卡基本单吗 都是卡基本单 好以上呢是有关于电动车的概念 故给大家 请千万不要错过 接下来看到的是被动元件 这个我通常习惯 我选股权选什么 选过去是整理的 整理结束底部有机会成型的 我认为我自己的投资习惯 买这种它的空间才会大 而且电动车 而且被动元件跟什么 跟那个电动车也会有关系 待会跟各位讲 ok 当然是淡季 四五月间都很淡 股价都没有表现 然后但是现在开始 有市场上新闻传出来了 产能开始吃紧了 订单能见度也提高 国际龙头是我们看王者嘛 国际第一季的产能利用率80 后来是85% 现在已经提高到90%了 我认为会很厉害 它哪里会跟电动车发生关系 传统的车一台车用3000颗 那现在基础的电动车用被动元件 用1.2万颗成长性就很高 对不对 所以电动车如果未来的市场看好 被动元件需求也会更高 我们刚刚不是讲11倍吗 对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大量的需求 所以我认为股价盘底盘久之后 只要有突破线 那这样就会非常OK 我们来看K线形态 我帮各位选的是四档 华兴科股性好 就是说交价的股票 不动就不动休息很久 有够久的 但是一动的话 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指标股一定是华兴科 我们来看K线 有没有 最近盘底 月线站上今天还没有 你就等到它哪一天突破季线 突破季线你看之前为什么跌 月季线同破就下跌嘛 那如果于今天同站上呢 是不是就有机会 所以华兴科我认为可以留意 留意它222块钱左右 就站上季线 222左右能不能突破 看下一支 9毫 这是日本的大厂 日本大厂的订单都是给9毫 线形也很漂亮对不对 盘底之后等待日出突破 一个形成一个月台的突破 下一支这个是这四档股票里面 我认为最厉害的 就是说它目前形态比别人强 它领先站上月季线金叉了 有没有看到 又看到金叉的对 盘底了对不对 盘底完成之后突破月台的对 我认为有机会挑战前高 光洁 下一支台庆科 这个是从而比较小一点的 投资朋友你要做的话 稍微留意一下 但是我认为它的股性很彪悍 股本比较小 涨的时候很快 跌的时候也很快 所以我期待它底 是我去观察它前高突破 大概在156块钱左右 一步都突破 双底是不是成立了 就有一波可以期待 我认为第三季被动员舰被遗忘了 被遗忘了明珠 被遗忘太久了 被动员舰的股性是这样子 没有人玩就不会动 没有人玩就不会动 但是只要有人进来的时候 可能就会非常的凶悍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今天这个科技股的旺季即将要来了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要事先布局 我们也非常的谢谢江国中分析师 感谢老师